沒有膠它是什麼樣子 可以太多快快 來 因為這種東西就 我就是可愛 就是看你去碰人氣球 要怎麼膠啦 小孩子質疑有人陷害范范 氣到飆罵誰會那麼笨 我是國際際虛 國際際虛 國際際虛一定是太久沒有出席活動 才會這麼緊張啦 還不快獻上小鮮肉棒 S姐壓壓驚 你本身也在練是不是 本身也在練啊 我覺得很好啊 這樣你父母一定很開心 自己跳都好 我真的 參見得很好 語氣溝聲音的設計是 非常的合身 然後在這一塊的部分呢 就是 是完全就是 放在外面的 所以就是每次我穿好球 我老公都會 那比你 就是應該這樣嗎 在那一刻的時候 他會就是覺得 好像進入同 你知道嗎 夢幻影 三次供應勞工之處 相信志玲姐姐很需要 我有跟他講說 我三次受孕 都 是前面希望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都沒有達到那個 我們想要的那個目標 然後後來都是放棄 然後說算了 開始喝酒吧 然後就是喝得有點茫了 然後就 然後沒反應 結婚之後他就 結果徹底消失了 我連他現在人在 排隊還是在 日本我都不知道了 就是 他好像是 已經不太想見 他不是什麼嫁給那個 我就是超級 超級大嫂團 然後都是一些痴迷 超美的女性 所以他可能覺得 地位一定更高的 哈哈哈哈 所以你也沒有見過他嗎 對 對 對 那你覺得他搞我當什麼 哈哈哈哈 再來關心一下 另一位好友范范 他自從爆梁靜茹離婚後 又成王毅有劍拔 我覺得范范真的 很倒楣 可是我覺得他就是 太夠義氣了 你覺得他為什麼會講 我跟他認識了20年 一大堆記者 就是只要大小S出事 一定你會問他跟黑人 就是他根本是 不可能沒事自己去發言的啊 所以你們可不拜託 大家好好的用腦袋想一想 他為什麼會發言 因為是有人請他發言的嘛 所以請他發言之後 又沒有那個 旁邊的人站起來 跟他講是一樣的那個立場 就變成是 好像他在那邊 沒事抱人家的料 你們那麼有仔細的殺 你們那麼就想問這件事嗎 你們這位記者 然後就順利那些網友說什麼 喔范范Gyerson的大嘴巴 你為什麼會想不透呢 誰會那麼笨 我就跟他講說 范范那以後不要就 嘖 就是那麼弱好不好 大家對范范的那種誤解這些 可是我看 怎麼都不懂誰在誤解他啊 他根本就是一個沒有攻擊性的人啊 因為像我這麼討人厭的人 我的留言都還是 蠻多人喜歡我的 又沒有沒事攻擊別人 為什麼會這樣 所以我懷疑的人 就是在那個一段的線排他 我覺得他已經變得有點那個 恐懼症 就是我發 發什麼影片啊 發照片啊 然後他就說 我發那個 你覺得我要發嗎 然後他就被罵了 我說發跳陣把要罵什麼啊 然後還有他有發一張就是我們跳完陣把 最後姐妹合照 他說你覺得這個OK嗎 是不是對人家攻擊 我就覺得他現在已經就是變得好怕 什麼都很怕 我就覺得很心疼他 我就覺得很心疼他 我眼光超乾啊 真的超乾的 我喜歡哭但是咳不出來 我眼睛是水汪汪的 真的啊 你是不是覺得我今天很漂亮 我愛她 你說